花花!过夜!过来!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关于大熊猫成长的故事 一般在四到六岁,大熊猫会逐渐进入成年阶段 象征着即将与亚成年的自己告别 但是也有雌熊差异、个体差异的情况影响 雌性大熊猫会相对更早一些 你知道吗?最近大熊猫荷叶也出现了一些长大的表现 现在它体重、力量等逐渐接近成年大熊猫标准 大熊猫荷叶个性活泼 荷花则比较温柔 为了满足成长的不同需要 奶爸奶妈会及时调整他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分开之后,难免会出现一段适应阶段 我们的奶爸奶妈们也会随时关注他们相处的情况 根据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行为表现 及时调整更适应他们成长的生活方式 陪伴并帮助他们完全过渡到成年大熊猫的生活 因为熊猫的天性它其实就是个独居的动物 它在亚十年或者是育幼期的时候确实是跟同伴或跟母亲接触的比较多 自我保护的一种技能 第二点就是能够保护它的遗传多样性 增强这个种群对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 大熊猫长大逐渐至成年之后之所以选择独居 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 也是大熊猫生存的智慧选择 其实分开,也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啊 一岁多带过来生应该三年了 我觉得自己带他们都是一样的嘛 都很听话,很乖那种 今天把他们带好,希望他们就是尖尖尖尖尖尖的 住院花叶姐妹在未来独居的生活中 收获各自雄生的美丽风景